Hello, 又到我Bernard和大家見面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不到在哪裡吃東西 又或者不知道餐廳的東西好不好吃 又或者有朋友約你去餐廳而你又不會去呢 這個時候最好就是上OpenRise這個APP Windows封版的OpenRise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採用了我們獨有的Panoramic View介面 當你一按進去就馬上會展示給你看附近的餐廳 因為在設定這裡你可以打開定位服務 它就用GPS搜尋你的Location 你也可以登入食家帳號來寫食評 當你去到主畫面的左邊 就是這裡有一個優惠的Page 這裡會顯示給你看所有Coupon和Promotional Offers 當你按進去就可以拿到這些Offers 這裡你可以按搜尋 就做一個Keyword Search 譬如我現在想用餐廳的名字 我現在想用餐廳的名字 我找Pizza Hut 按搜尋 它就會展示給我看所有的必勝客餐廳 然後我按進去就可以看到每一間分店的詳細資料 和食評 我也可以選擇為Category 譬如我想找中環的茶餐廳 我就去選擇地區 按下去 我就在選擇地區 選擇中環 然後在選擇食店 按下去選擇茶餐廳冰室 然後我就按放大鏡這裡 Search 可以馬上展示給我看 整個中環有什麼茶餐廳 當我按進去就可以看到這間餐廳的詳細資料 食評 上片 地圖 而在左下角這裡 大家看到有一個PIN 當我按下去 它即時幫我把這間餐廳的Live Tile PIN在我的Start menu 那種相片就會是最後上載的這間餐廳的相片 而Tile的後面也會展示給你看 這間餐廳最新的資訊 大家快點去Windows Phone Marketplace 免費下載Windows Phone版的OpenRise App 我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其他的Windows Phone Apps 拜拜